早安 各位老闆 我是理好朋友 就等 那等 等一下我們要去桃園 要去看一下有號稱全海最美圖書館 之稱的桃園勢力圖書館新總館 這個圖書館在12月17號開放式營運 好 忘不得說 我們現在就出發了 到了这边是中正玉闻特区 前面是桃园展演中心 前面是桃园玉闻广场 前面就是最新的图书馆 前面是之后会开放的五层楼的电影院 位于桃园玉闻特区的桃园势力图书馆新总馆 由日本2020东京奥运主场馆设计团队之一的 诸诗会设置设计 与台湾郭志强建筑师事务所 联手赢得净土 以生命术为概念 打造出一栋会呼吸 饮满绿意的图书馆 未来结合旁边的电影院 串联艺艺文与阅读 树立城市阅读品牌概念 这一个新的图书馆 一共地下两层地上八层 我们现在就进去看看 在外面这边 这一个可以通到八楼的空中花园 从里面的八楼也可以直接到 但是现在在市营运期间还没有开放 这是鸟屋书店的咖啡厅 前面是鸟屋 不过是要从外面进去的 这边还有电梯哦 像不像百货公司 这是一楼的配置图 下面有各楼层的配置图 地下一楼以及地下二楼是停车场 不过目前还没有开放 一楼还有鸟屋以及星巴克 不过是要从外面进去 自修室每楼没换了 这是兼具采光以及通风作用的天井 这边自修室的登机是才自动化的 进去的时候 先来这边刷街约证 出来以后在这边刷出就可以了 现在上去二楼 到目前为止感觉还蛮不错的 这边的服务人员也很亲切 里面空间也很狂敞 很舒服 二楼 先看一下二楼的配置图 这边除了电扶梯之外 也有电梯哦 先去上厕所解放一下 看一下南车 秉持开箱的精神 要看一下大号间 淋水机 这一台不是红碗机哦 那这边借完书以后 可以放在里面做消毒 30秒钟 消毒完毕啦 哦就是这样 期刊月报区 二楼这边有连通道 可以从这边直接走到隔壁洞的店里面 这边也是期刊月报区 哇塞有舒服吗 这边还有热灵桌游区 可以在这边借桌游玩 这边有月报区 这边还有市场服务区 这边的图书里面有点字 这边的图书都是中高年龄的朋友 喜欢看的书 你看前面那边 坐在落地窗旁边看书 哇多愜意啊 这边可以查询图书馆的馆场 影运区 预约书自取区 智慧型自动还书系统 给你们看一下 什么意思 每一本书上面都有晶片 所以经过扫描以后 这边就有书送带 自行做分解 好厉害哦 好 去来三楼 小朋友来校外教学 这是三楼配置图 你看哦 他还会跟你讲说 四楼以及二楼 各有什么样的功能 现在有立体书探索特展 这边是俄义展示区 主要是童书以及绘本 小榴 你看椅子 可爱也舒适 再配合这个环境 侧座 現在再從三樓這邊看一下這個天井 嬰幼兒專區 這邊可以借玩具在這裡玩還不錯 前面這一排都是可以借的玩具 還蠻多的 我發現地毯的顏色也蠻講究的 這個是草皮綠的顏色 小故事劇場 這邊有說故事的時間 親子小學堂 外文童書區 另外一區的中文童書區 我覺得這邊根本就是結合百貨公司還有成品書局 而且這邊的服務真的是沒話講 讚 上去四樓 這間是創客空間可以在裡面做3D列印的作品 青少年閱讀區 這邊有放開放式的寶箱 討論是要先做預約 館長區 哇塞 這樣的閱讀空間 來上去五樓 新書展示區 新書展示區 掌聲響起 鳳飛飛 館長區 館長區 這一區也有不一樣的布置主題 哇塞 這不就是成品書店嗎 上去六樓 上去六樓 哇有點天燈的感覺 這一區是多元文化區 歡迎光臨東南亞超市 這邊放置的書都是東南亞國家文字的書 這邊是越南文的書 你看這一本 打開一下 裡面這是越南文 還有介紹越南的中文書 這一區是藝術類的館長書 我看到我熟悉的書了 壇子之間 六樓百貨店 都是在介紹吉他的 外文區 你看書本的擺放方式 像是書局或者是百貨公司 這個大閱讀桌的形狀蠻特別的 感覺上很像是地圖的某一部分 這邊也是多元文化區 我剛剛發現到 這邊的書是簡體製的 這關不正直 我不要亂講話 地方文獻區 以及參考資料區 現在這一區的太陽蠻大的 適合喜歡形光合作用的朋友 這一個腳踏車很酷 有點像讀完全書 不如行萬里路的概念 在這邊可以選你要的景點 比如說我們選清獨老街區 好 開始在騎腳踏車了 要開始踩囉 上面還會顯示目前騎了多少距離 老街西走路只要尊重 除了是去道門 向左走是道清紅人 向右走便是老街西 不踩的話還不行 他會請你繼續踩腳踏車 上去七樓 快要到天燈頂了 資訊檢索區 右邊這兩個桌子 極限有使用筆電的人使用 語言學習類的館藏書 這一樓也有討論字 這邊是語言學習區 這個語言學習區 有三種用途講一下 可以將館內七樓 語言學習相關的書籍 或者是期刊內所附的CD 在登記的座位上播放 第二個 可以在登記的座位上 閱讀語言學習相關的電子書 第三個 可以在登記的座位 使用VR設備 VR內已經內建語言學習相關 或者是空中英語的虛擬實境課程 還不錯齁 這邊有公共耳機除菌機 可以自己把耳機拿過來這裡做消毒 這邊是從七樓 走到八樓空中花園的入口 不過目前是沒有開放的 當然你可以從一樓的外面 走樓梯走到八樓空中花園 這邊就是天燈頂 這裡是視聽區 可以借公播版的DVD來這裡播放 這邊也有兩個人的位置 看起來真舒適 左邊是會議室 七樓這邊也有討論室 這邊是享讀時光區 以後應該會用來舉辦 類似像新書發表會之類的活動 目前還在調整圓運方向 所以目前還沒有開放喔 現在圖書館內部的部分 我覺得已經介紹差不多了 我們現在出去外面 去看一下一樓的星巴克 還有鳥屋書店 剛剛要走之前 我發現七樓的廁所更棒 這是在廁所外面的飲水機 洗手台 試試看起來更棒 到個準備要離開童書館了 鳥屋書店 前面是鳥屋書店的咖啡廳 牆壁這邊是外用的菜單 有馬鈴薯餅、南瓜餅、組合以及配茶 內用的菜單 有義大利麵、飯、披薩、還有甜點 看一下用餐環境 再往鳥屋書店的裡面走 裡面是星巴克 這邊的星巴克就是長這樣子 介紹的差不多了 該介紹的介紹了 不該介紹的我也介紹了 我是覺得純粹以外觀來講的話 我覺得北投圖書館 不輸這個地方 如果是以外裝、內部 以及服務整體來講的話 我覺得這個地方真的是全省TOP1的 可以找個時間來這裡看一看 增廣見聞喔 好 如果你覺得這支影片不錯的話 請記得按讚、分享、訂閱、開啟小鈴鐺 並且追蹤我的修正道書 粉絲專頁以及我的IG喔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發生了 真實看 墜job 好 清醒 mulheres